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法国还不像德国 德国左右翼经常联合执政 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左翼的社民党就多次合作 但是法国没有这个传统 左右相互对立 更有极左翼和极右翼在旁边喊打喊啥的 三派势均力敌 互相看不惯 马克龙不喜欢极右翼的勒庞 也不喜欢极左翼的梅郎雄 勒庞和梅郎雄更是一对生死原家 三大政党 三个极端 这怎么合作呢 这不 当地时间5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批准了总理巴尼耶的辞职请求 这是自1962年以来 法国政府首次被议会推翻了 今年9月 巴尼耶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总理 马克龙既望巴尼耶能够破解国内的政治僵局 并且是解决飙升的财政赤字 但是巴尼耶所属共和党在国民议会只有47席 他一直面临着不信任投票的风险 12月2号 巴尼耶利用了一项罕见的宪法机制 未经国民议会投票表决 通过了一项社会保障法案 这个法案是巴尼耶政府10月所提2025财政年度预算草案的一部分 遭到了极右翼国民联盟和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强烈的反对 两个联盟都是宣布提交了针对巴尼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 结果 巴尼耶政府成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任期最短的政府 巴尼耶最年长的总理 最短命的任期 有分析就指出 巴尼耶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由于法国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 各党的立场差距大 马克龙第二任期以来 任命的政府都遭到过弹劾 巴尼耶被弹劾下台之后 法国政局又将会迎来不确定期 根据法国宪法 提前选举之后 一年之内 总统是不能够再次解散议会 因此 要到明年7月之前 法国都不会有新的选举 马克龙需要任命一位新的总理来接替巴尼耶 但是 什么样的人选能够被议会内部立场差距巨大的各政党所接受 争执不下的预算案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炉呢 对于巴尼耶政府如此迅速的垮台 法国的国内外是掀起了一片批评的声浪 不少人是瞄准了马克龙啊 部分的反对派人士就批评马克龙 导致了当前的政治困境 并且要求他辞职 此外 国外的一些媒体也痛批马克龙 法国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领导人在本周三的时候就表示 他认为国家的稳定需要总统下台 在议会当中 占有最多席位的极右翼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 并未明确地要求马克龙辞职 但是警告 总统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德国的柏林日报也认为 法国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让负责人下台 马克龙必须要辞职 把位置留给新人 意大利的网游报也表示 马克龙主义已经死亡 他压制对手 并且向中间靠拢的策略 曾经在两次的总统选举当中奏效 但是面对社会危机和对总统的不信任加剧 这个策略彻底崩盘了 马克龙在本周二出访沙特期间对于媒体表示 他是不会辞职的 他说 法国人民两次把我选为了总统 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将会竭尽全力的兑现这一份的信任 直到最后一刻 马克龙周四重申不会提前写任 他说 将会完成剩余的任期 并且在未来的数日任命新的总理 不过 民调显示 希望马克龙辞任总统的民众还是占多数 瑞士的观察报就质疑 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他所在的党派在今年的立法选举当中败尾 反对派又在国民议会当中占据多数 这种情况之下 他执政还有什么意义呢 更何况 宪法禁止他寻求连续三届总统 这是否进一步的削弱了他的总统合法性 他提前辞职 并举行总统选举 是否反而更符合民主精神呢 根据报道 应马克龙的邀请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号举行的 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 马克龙不愿在内阁缺失的情况之下 与特朗普来毁灭 这将会关系到法国的声誉 巴尼耶政府因为不信任投票而下台 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首先 法国现任政府实际上就是总统马克龙 为了掌控政府而临时拼凑出来的 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 巴尼耶政府在政策上也不讨好 以预算案为例 巴尼耶既想要体现马克龙的政策特点 又不得不考虑改革可能会招致 一些政党和民众的反对 结果 他平衡没找着 反倒成了受夹击的对象 现在 很有可能马克龙会任命一个 技术官僚政府 这个政府不以推进任何重大的政治异常为目标 以便在遇到不信任投票时 能够存活下来